目前在高雄展出的黃色小鴨人氣超旺 包括知名樂團五月天都趕在了 10月20號活動閉幕之前 快閃現身光榮碼頭一睹小鴨風采 不好意思啊 我們退啊 黃色小鴨魅力無法擋 連人氣樂團五月天都前來朝聖 一下保姆車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趕在小鴨20號閉幕之前 快閃現身光榮碼頭 拿起手機頻頻對準背後的黃色小鴨 身旁民眾也抓準機會搶拍偶像風采 另一頭吸引許多大人小孩的 動物昆蟲創意展累積超高人氣 主辦單位特別延長展出時間 更請來演員林美秀陪小朋友一起同樂 你好 有拍手的我等一下會慶光 因為電影棕破腮紅遍大街小巷的林美秀 被民眾團團包圍搶著合照 他也藉此呼籲家長讓孩子開心觀展 盡量去玩就好 對 然後你也不要去陷害小朋友 說不要碰那個不要碰那個 其實這邊的安全作是應該都做得不好 陪小朋友一起觀賞夢想鯨魚 林美秀親民的作風帶來不少人氣 無疑是最佳的活動代言人 聯報秋德翔劉學生綜合報導